很多人怕上游艇那个晕船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很多情况下其实不是你生理的晕 它是心理状态下意识的晕船 所以我觉得出海的时候 大家做一个心理准备 实际上船不会摇到 真正的在生理上让你呕吐 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 是一个下意识的感受 因为生理的呕吐 那个摇晃非常非常厉害 一直影响你的耳窝 耳窝里面的感受器 真正的受到了震荡 严重的震荡以后 有的人承受 这个每个人还不一样 有的人承受能力强 有的人承受能力弱 承受能力非常强的时候 那他可以去做空军的飞行员 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就是承受力相对比较弱 但是他不会落到一般的像私人游艇这么摇一摇 他就呕吐 其实你没有摇多好 关键是一个下意识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可以预防 当然可以买药 去买点晕船药 这个是比较简单 第二个 其实你做一下 深呼吸做一个心理准备 船会摇 我怕不怕 为什么要怕 我为什么不怕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因为其实船有很多的安全设备 我们私人游艇一般不会跑到太平洋当中去 离海岸线不会过分的人 而且美国的各种救援系统非常非常发达 船上各种各样的通信设备 包括报警系统营救的各方面东西 就跟电影大片一样 看看这样一艘普通的私人游艇 上面也什么都有 这是美国的规定 必须有 这样的话 一般情况第一 船是不会翻下去的 第二因为 出海的人都看过气象预报 它不会这么傻 美国这么发达 报告非常非常清楚 是多好就是多好 一般没有什么意外 那么第三点 这边出海也不远 就是船一旦有什么问题 它都有时间来营救 直升飞机 海岸警卫队来得非常非常快 那么至于晕船的话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话 就是做一个心理的准备 考虑一下你为什么害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